卯兔买了个破旧厂子 领导竟然让他解决军列署的就业问题 你放心 徐卯兔同志 我们肯定会给你一些支持 我们会帮你申请材料 向上面争取一些政策 该免税就免税 该补贴就补贴 这一下给别人塞20个人过来 要人家接受 自然得多多帮着人家解决问题 只有把人家的问题给解决 那自己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王局长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只要你肯当我们的监视后盾 哪怕前面再有千难万线 我也要带你的这些人 共同度过 王局长交托了这么多人 心里也松了一口气 以后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单位 希望你们好好在这工作 如果以后再有什么问题 我们再来慢慢协商处理 那些猎鼠们看着眼前 这个所谓的皮鞋场 还不如乡镇企业 这分明还没开始经营了 有两个嫂子 立刻就变卦了 不愿意来皮鞋场上班 卯兔也没劝这两位嫂子 也没在这空口白牙 许诺什么条件和好处 人对有志 都是双向选择 最终 王局长赛来的20个人 走了8个 留下12人 再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徐卯兔 勉强算是 这个皮鞋场的厂长吧 这的条件 大家也看见了 确实才刚刚起步 一切都还在摸索中前进 刚才给了大家选择的余地 很感谢大家选择留下来 多的话就不说了 待遇不会比国营厂差 学徒期间就有35块的工钱 成了熟练工之后 工资就和生产数量挂钩 各种劳保福利 跟正式的国营厂矿 不会相差太多 中秋有月饼 端午有粽子 同样有职工宿舍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有什么问题 现在提出来 省得不明不白 如果以后我不做了 我可不可以让我闺女来顶班 在这儿 没有顶班这一说 不过 如果皮鞋场效应好 还需要再招人 那肯定会优先自己人 这一说 家属们顿时高兴吗 开开心心的安顿下来 老兔随后骑车回县城 结果在城里又发现了一家皮鞋店 名字居然叫杜布高升皮鞋店 虽然知道会有人跟风买皮鞋 可是这家店啥时候开的 我竟然不知道 这一双皮鞋才卖十块 也太便宜了吧 竞价就不止这样 毛兔也没有贸然进去打探消息 追上一个刚买了皮鞋的人 团志 这是买了新皮鞋 看上去还挺好看的嘛 是啊 买皮鞋的同志听着有人主动提起皮鞋 自然也高兴 甚至主动打开皮鞋盒子 这年头买双皮鞋可真贵啊 也不算太贵 十块钱一双还是千值万值的 你看看 这皮鞋多光亮多好看 毛兔只看了一眼 就看出这是什么材质做的 这分明是鼎鼎大名的纸皮鞋 没想到 县城居然有卖得了 用纸做成了皮鞋 人家就算只卖十块 也算是暴利了 怎么样 这皮鞋又便宜又好看是吧 便宰那边的 你快去买 省得晚了没有了 同志 便宜无好货 好货不便宜 这皮鞋这么便宜 它的质量过关吗 这话一出 立刻就惹得对方不高兴了 瞪了徐毛兔一眼 你这人 怎么这么说话呢 哦 我想起你是谁了 你不就是那 步步高皮鞋店的老板吗 哼 你的皮鞋卖那么贵 现在人家的皮鞋 卖得比你的便宜 你就这么说人家 活该你的皮鞋店没生意 果真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我也是一时好心 提醒一句 居然被人这么骂 你这些人 愿意去上当说骗 就去上当说骗吧 等你们发现 花十块钱买的皮鞋 只能穿几天的时候 哭都哭不出来 我卯兔骑着自行车 赶回皮鞋店 桂花省赶紧跟他汇报情况 卯兔你来得正好 听别人说 街头那边新开了一家皮鞋店 对我们生意影响挺大的 嗯 我刚刚路过看见了他 兔哥 你知道那边卖皮鞋的是谁不 我跟你讲 就是温叶家的那个亲戚 我去看过的 那卖皮鞋的 就是一个姓汪的姑娘 那皮鞋店 竟然是汪建设他们开的 兔哥 这个怎么办 要不 我们也搞点促销活动 跟着卖十块一双 我们也必须跟着这么慢 否则 顾客不全让他们给抢过去了吗 不 暂且不管 让他们得一两天 卯兔清楚 汪建设那边卖的皮鞋 就是纸皮鞋 过不了几天 就会有人知道上当受骗 甚至不用自己动手 那些上当了的顾客 也得回来找汪建设一伙人的麻烦 不过路过县文化馆的时候 他突然心血来潮 这年头的老百姓太朴实 买着了纸皮鞋 也不知道这是纸皮鞋 更不知道怎么维权 所以 有必要 让原记者在报纸上给大家报道报道一下 什么叫纸皮鞋 什么叫假货 这完全是有必要的 等原记者下班 两人就来到了国营饭店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王建设和任志伟两人 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 王建设想着在卯兔这受的耻辱 更是气得脸色体积 明天 我们组织人 敲锣打鼓全线宣传 我们的皮鞋再度优惠 卖八块钱一双 让老百姓都能穿上物美价廉的皮鞋 我们可不像有些黑心资本家 一双皮鞋 动不动卖几十块钱 这完全是剥削压榨普通老百姓吗 这是一个自媒提许卯兔 但却又是实实在在说许卯兔 卯兔顿时脸一黑 妈的 老子还想让你们再得意蹦蹦两天 现在这么一看 连一天也忍不了了 许卯兔冲着汪建设冷冷一笑 这笑容 令汪建设心里有些发愁 我凭什么要怕许卯兔 我现在有钱 大不了我也请人 找机会把许卯兔给蒙头打一顿出出气 如此一想 汪建设酒也不喝了 结了账 带着任志伟就走 许卯兔坐在馆子里 根源记者慢慢喝着酒 话题有意无意就引到皮鞋上 然后 就根源记者介绍起了纸皮鞋 皮鞋不是皮子做的吗 还会有纸做的 这话题 令元记者极度震惊 纸做的鞋 还能叫皮鞋